女子的女孩 她就有點操心了 你們兩個一起學太文了 不要快 我要寫碗了 沒有,對話,不要快 兩個女孩都可以學 找一個家教來這些女孩 然後 對呀 她只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她一般不會一直在那組成 那好 反正問題遇到是要解決 對呀,來得解決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然後接著再往前走 管她這什麼 他很喜欢,他今天就跟我讲了,就是不同的地方,新鲜啊不一样啊,我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要问他,你想不想中国,想不想怎样,然后他说不想,不想,然后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家比较大嘛,他跟我讲,他说妈,我们都在这里来了,他说我们那个家怎么办,你要卖掉吗? 我说不行,就把他卖掉了,然后他就说,你还是有两年啊,很好玩,我跟他,我从来就把他当小孩吧,我很多时候有的事情我还会跟他说,因为我长得不停的大,他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思想 他就讲给我,然后我就冲一下就知道了,啊,好 你都是在学校学的吗?还是看电视? 没有,我不是有带他去过印度吗? 多久? 从来就不一样了 一个月 一个月而已 是你去上课呢? 是我去上课 是我去上,然后我在外面玩 然后我在外面玩 哪,你们都还也教学会上课 你是上课是常修的课吗? 他就是上的那个大门的知识课程,然后没有小孩的班,我就给他报个大门班,他就跟着,跟着进去 对,他是用英文上课 全英文 全英文 有耳朵没有翻译 但是我从来不拼 拼不进去 拼不进去 我刚才给你把他漏气了 他一点都没问题 我知道他的变化,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厉害吧,他有没有什么上课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是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在那过年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处找他,人不见了,然后他拿着饭卡自己去吃饭去了 他从那个池塘跑过来,轰一下,就是拿个熊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觉得你好爱我 在那一刻我就发现他不一样了,长大了 不是长大了,就是他,他能够体会到你对他的那份爱人 以前他是恨我的,因为我跟他老爸离婚了 他有告诉你为什么他突然有这个状态? 不需要知道,因为我有经历过那个过程 突然就懂了,是吧 对,他会有一个过程 因为他那个过程就是一种 在老科学上面叫神经搜寻的那种改变 大老会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以前你有什么事情过来 你会很自然地把它反映到一个不好的地方 有时候会恐惧啊,害怕的 比如说我们画了一个新的环境 第一个反应,因为习惯性的就是害怕 就会考虑的特别多 但是当你有改变那个毁入以后呢 他就会自动地然后就反映到正向上面 他就是这样的 他不管什么东西 所以他所有的都是会把印度改变了 对,从八成,因为八成还小 所以体现不出来 然后慢慢的他长大了 然后知识也开始多了 生活经历也开始多了 然后他这个点子特别的没有很明显 然后他有很多品德比较好的那些品德 就是自己来的 我真的都没交付 那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个课程 那个课程是以前有多么人去做的 我都好像收到的 你自己找到的